我们赵副部长以及各位长官请副部长 好我们现在请副部长 王伟颜好 副部长你好 几个问题 这根据媒体所报导的 就是美国国会 他们参众议员的军事委员会的调查 调查他们自己美国的军品 军品里面有中国大陆的零件 这个情形有多严重 结果他们发现 发现上百万个军备的备料里面 这个有超过百分之七十 是中国大陆零件 包括他们的飞弹直升机 所以可见 美国就很在意这个问题 那针对 这样子我们事实上我们是美式装备 我们有购买美国军品 这个部分其实除了担心说 是不是有这个资通商的顾虑之外呢 或者说其他的顾虑 一些作战的参数的这个顾虑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品质的问题 这一部分我们跟美方有做进一步的这个接洽跟了解吗 首先分两部分来说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些零附料件的采购 我们有严格的规定 我们是不可以用这个大陆的这个成品 那我们会在采购在各方面会严格来管制 外国的军备呢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请驻美代表团向美方来查询报载的事件 还有调查的情形跟因应的作为 同时我们也请各军司令部 循了军够案 向美申购的装备零附料件 要求美方在验收前 加强品质检验的作为 这个我们已经都转告了 有转告了 有转告了 那美方的回应呢 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具体的回应 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 希望这方面能够持续的要求 虽然有时候军备的购买 有时候是卖方市场 因为有些是我们想获得的装备 人家不卖 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卖的 这是买方 我们应该有买方一定的权利 我们可以要求 所以这部分我希望说 也期待国防部能够进一步来要求 这一方面部里面都是 逐步逐步都很在采购的方面 我们关于甚至于像国外的采购 也都是很严谨 不会说他说什么就什么 不会这样子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根据外国的研究 亚洲过去五年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买家 印度买了500亿美金 韩国买了74亿 中国大陆也更多了 他们的军费更不用提的 上千亿的 菲律宾的军费也占他们GDP在14% 你可以说菲律宾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但是新加坡也买了230亿 好像亚洲各国都在 不要说军费竞赛 但是军费的花的钱都蛮多的 我们一直长期在低于GDP的3%以下 你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军购的规模够吗 你觉得不够 我们会极力的争取 不够了 但是而且大多数接的钱是花在人员维持费上 现在差不多人员维持费要占了100% 接近50% 接近50%的样子 OK 所以说本来就已经换过 又换不均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各方面 除了我们自己要把钱花在刀口 要节约尊绝之外 另外我们当然会极力的争取 依照我们所需要的合理佩服的预算 这个我们会极力的争取 好 谢谢 谢谢副部长 谢谢委员 谢谢花卫者委员